我们也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情感生活 我老伴已经走了三年了 他的离去让我有很多遗憾 相信老伴心不好受 老伴突然这个趋势是我没想到的 老伴是个勤俭持家的人 我们两个工薪结成 省事检用攒了四套房子 老伴走后 我心疼了很久 也难过了很久 有之后他就没逮着 完了给人家打工 他是技术工程 一开始在小工厂 完了给人家打工 最后人的话 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 眼睛也上不去了 他又到房产的部门 给人家发胆子 发胆子 完了还在铁路急销还干过 反正一直没胆子反正是 就没享受过什么生活 没享受过什么 没享受好的生活吧 我想他也不希望我一个人痛苦的生活 现在我也想开了 到了晚年 再不至于当下的时光 也没有结束了 他也不希望我一个人痛苦的生活 他也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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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俩可真 老伴一没了 我一喝就卖啥卖啊 就有什么用啊 死了还能带走啊 就是你活着吧 一天要活出质量来 第一得要有质量 就那个不良的习惯 我们一定把他磕过掉 特别是在晚年 我内心最大的遗憾是啥呢 这老伴跟我这么多年了 也没享受服务 完了之后就没了 我这是心最大的遗憾了 那如果说以后的话 再过起日子来 是这个钱得怎么个花法 会不会还是特别仔细 不能不能的 这么大岁数呢 以后现在我这个孙子吧 马上就高三就毕业了 明天就毕业了 毕业之后呢 我儿子也用着钱了 所以说这房子出租前的 到时候就和我儿子想了 他不能抖摇我说 这房子给的呢 住人还抖摇我 不可能 那如果说以后这老伴说说 你看你这个三套房子 我俩要结婚了 怎么的是不是得有一套 咱俩写个一起的名啊 那肯定啊 能吗 咱俩那肯定 那儿子他也收出来他 对吧 今日大哥是这样的 就是想想福 享受人生啊 不仅仅是我们 不仅仅是我们在之前 我们之后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之前你家里面为了攒那么多的钱 你们两人共同奋斗就是为了攒钱存房子 但是呢没有很好的享受生活 所以有补偿性的消费 作为中老年人来讲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说过度的去买一些消费品 比如说过度买的一些保健品 比如说买一些洗脚盘 比如说买一些按摩椅等等 就是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注重身体的健康 注重享受生活 这是应该的 但是也要理性消费 不能够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过好 我们今后就要把那些都给他补回来 那不能那不能 对这个态度就特别好 就像刚才我们女嘉宾一上场的时候 看到她身上戴的首饰特漂亮 如果说未来我们女嘉宾就喜欢首饰的话 你真的会像这个刚才密室里边的几位男嘉宾说的那样 买买买 那肯定啊 这因为啥呢 咱们这么大岁数还能活几年呢 对不对 既然我想找老伴 就达到对老伴的满意 对吧 对老伴满意 这老伴你怎么才能满意 这个消费吧 嗯 谁都爱美爱老 但是咱得有看自己的条件 嗯 你有那个条件买 没那个条件 咱不能说 从外边给我借去 我就非得要这个东西 那是打 是 咱们过日找的不是钱 对 咱们过日是 对 找的是人 姐姐这句话说到根上了 特别好 其实我们是赞成这个勤俭持家的 但是呢 也不太希望我们这一把年纪了 还这个口挪肚子 就是仔仔细细的 像我们叔叔说了 我给谁省给谁留啊 咱主要是活个自己舒坦 只要不过分的情况下正常消费 对 好 两位还有什么要问彼此的 啥问题 男嘉宾呢 几乎 没啥问题 好嘞 二位请起到身边来 好 我们男女嘉宾到底合不合适呢 一会儿才能知道答案 我们男嘉宾可以回到密室稍坐休息 来这边请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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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